有一个人前来买瓜 2012年,毕福健给央视才女张磊介绍对象,说对方是青年才俊 张磊满怀期待来到约定的KTV,推开包厢门,却见到两个老男人,当即扭头就走 毕福健健壮,赶紧起身冲出门外拦住了张磊 妹子,妹子,别走,别走,走了你就后悔了 张磊问他,毕哥,那老头就是你说的青年才俊,那我有啥可后悔的 毕福健嘿嘿一笑,神秘地说,人家可不是老头,人家还没到六十呢 只是长得着急了点,人家大名叫王集才,家里是开矿的,身家过百亿 还不算青年才俊吗?见张磊有些动摇,老毕又拉了一把 来都来了,进去坐会儿吧,给哥哥一个面子,也别让人家难堪 至于其他的事情,看缘分,就这样,张磊跟着老毕又回到了包厢里 提起张磊,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她是央视著名的美女主持 参与过多档热门节目 1979年,张磊出生于山西洋泉一个文艺家庭 从小耳濡目染,小小年纪就能歌善舞 长大后,张磊考入了北京广播学院,也就是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 毕业后,先在某节目锤炼了四年 之后,更是得到机会与一姐董青一起主持欢乐中国行 张磊最初负责主持外景,后来不断地学习进步 也多次担任晚会主持人,张磊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 可感情一直没有着落 2012年时,她已经33岁了,父母一再催婚 张磊也很无奈,找对象不是儿戏 不能随便找个人就嫁了,总得找个适合的 对于他们这些才女来说,灵魂契合更加重要 此时,同事毕福建帮忙介绍了一个对象 50多岁的矿业老板王吉才 包香一叙,张磊并没有相中老王 老王年纪比他大不少,还离过婚,带着一个孩子 可老王却一眼相中了张磊 随即发动了猛烈的爱情攻势 又是送各种礼物,又是嘘寒问暖的 再加上老毕从旁推波助澜 很快,张磊就被攻陷了 两人处了几个月之后,准备领证结婚 张磊带着老王回家见父母 当父母得知老王年龄较大,还带着一个孩子时 是不同意,并且坚决反对女儿嫁给他的 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在老王的努力下,最终打动了未来的岳父、岳母 2012年年底,张磊与老王步入了婚姻殿堂 一年多以后,2014年,张磊为老王诞下一个可爱的小宝宝 老王因此更加宠爱张磊 张磊虽然嫁入了豪门,但对外很少提及此事 为人相当低调 产后不久,张磊就回归央视 重新登上了他热爱的舞台 如今,41岁的张磊,生活甜蜜美满 工作顺心顺意 每次录制节目,脸上总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相信这就是爱情的魔力 干嘛